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四到五节 以色拉说 耶和华啊 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 为了我们殷勤遵守 但愿我行事坚定 得以遵守你的律力 在活出神的话这件事上 务必要行事坚定 愿主用恩手扶持我们 借着他的灵引导我们 使我们时常看重他的话 愿主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信都成为我们心中的渴慕 跟意愿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守护神荣耀的摩西 我们思想 守护神荣耀的摩西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旧约圣经 民述记 十四章十一到十九节 民述记 十四章十一到十九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主导文 我天父 天上的父王 愿尊你命为神 你国将临 你只与心在地 如同心在天上 赐给我们 尊日永应世 灭了我们的灾 如我灭了人的灾 祝我灭了人的灾 引领我们不意焉死探 真求我们脱离那者 因为你的歌读 你的权定 你的荣耀 他永远 阿们 民数纪第十四章 十一到十九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 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必他们强盛 摩西对耶和华说 埃及人必听见这事 因为你曾施展大能 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 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 那民已经听见 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 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 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椅上 你日间在云柱中 夜间在火柱中 在他们前面行 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 如杀一人 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 必议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 领进他向他们启示应许之地 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 现在求主大显能力 照你所说过的话说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 赦免罪孽和过犯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 求你照你的大慈爱 赦免这百姓的罪孽 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 常赦免他们一样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明书记十四章十一到十九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二节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十二节 经文说道 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 他领他们出去 是要降祸于他们 把他们杀在山中 将他们从地上除灭 求你转意 不发你的烈怒 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二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二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 他领他们出去 是要降祸于他们 把他们杀在山中 将他们从地上除灭 求你转意 不发你的烈怒 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二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守护神荣耀的摩西 摩西关切 怎样荣耀神的事 他有极大的机会 当时 以色列人因反复犯罪 而遭到神的审判 整个民族要被剪除 摩西知道神的怒气 因为神说 他们不得承受那地 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比他们强盛 其实 神没有放弃他们 这不是神既定的目的 他是要试验他的仆人 看他怎样反应 摩西的心中 只重视神的荣耀 他对耶和华说 埃及人必听见这事 以为神不能将这百姓 领进因许之地 我们的见证 埃及人常在我们周围 观察与听闻 他们只能凭我们的行为 来判断 以及我们的经验 来推论这位神 他们也会专找我们的措施 来论断永生的神 所以 我们勿要谨慎 在言行上不要失败 是那些不敬前的人 不置入墨神 我们的确信 每当我们受试探 想做些不到高尚的事 每当我们想埋怨神 每当我们可能会利用机会 做出损人利己的事 我们就该记得神的圣明 看见紧急的需要 不可羞辱神 心中就因有所警惕 不要叫神的圣灵为我们担忧 更不可让埃及人 有把柄诋毁神 或存偏见 反对信神 宗教改革时期 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 翻译圣经 他说 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 我会使一个扶着离头的男孩 比教皇更明白圣经 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 融会贯通 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 守护神荣耀的摩西 这个题目 摩西上西乃山领寿 刻着实际的两块石板 浑然不知山下发生了事 以色列人 已经在山下造了金流毒 以后 又在旷野的加蒂斯 他们悖逆神 哭嚎发怨言 妄论神 不肯进迦南地 神两次在震怒之余 要以瘟疫击杀百姓 使他们不得承受应许之地 唯独让摩西进去 这对摩西而言 是一大考验 摩西大可把握机会 赞同神 对以色列人的审判 叫这些一再反抗神 向神发怨言的百姓 活该承受神的愤怒 然而 摩西并没有要求神 毁灭以色列人 反而是为他们求情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 十一到十三节 经文记载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 他的神说 耶和华 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 发烈怒呢 这百姓 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 他领他们出去 是要降祸于他们 把他们杀在山中 将他们从地上除灭 求你转意 不发你的烈怒 后悔 不降祸于你的百姓 求你纪念 你的仆人亚伯拉罕 以撒以色列 你曾指着自己启示 说 我必使你们的后裔 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并且 我所应许的这全地 必给你们的后裔 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 摩西没有说 神啊 你早该这么做了 而是做了神人之间的中宝 祷告呼求神 替百姓向神求情 一如耶稣基督在父面前 替我们说好话 求好处 先前出埃及记二十章 十八到十九节 经文记载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 搅声 山上冒烟 酒都发战 远远地站立 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 我们必听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 摩西应百姓之托 上山做他们的代求者 做了中宝 摩西是按着对神心意的明白 向神祷告 神啊 这些人明明是你的百姓 是你领出来的 是因为你的恩典和能力 他们才出了埃及 求你继续施恩 继续在他们身上彰显你的能力 这事 都有你能做 摩西的祷告不长 可说是简短有力 好的祷告不在于长度 而在于强度 摩西的祷告就是如此 《生命纪》九章十八到二十节 摩西回顾 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 行得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惹他发怒 我就像从前 复复在耶和华面前 四十昼夜 没有吃饭 也没有喝水 我因耶和华 向你们大发烈怒 要灭绝你们 就甚害怕 但那次 耶和华又因人了我 耶和华也向亚伦 甚至发怒 要灭绝他 那时 我又为亚伦祈祷 神要摩西 不要管他 同意让他灭绝这些百姓 让摩西的后裔 成为大国 但摩西 不是只看重自己的家 只求自己家庭的好处 他乃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 《生命纪》九章二十五节 到二十九节 摩西说 我因耶和华说 要灭绝你们 就在耶和华面前 照旧福福四十昼夜 我祈祷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 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 他们是你的产业 是你用大力救赎的 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 邪恶罪过 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 领进他所应许之地 有应恨他们 所以领他们出去 要在旷野杀他们 其实 他们是你的百姓 你的产业 是你用大能和身出来的绑币 领出来的 摩西感到神的提议 会让埃及人从动机上 以为神不守信用 对他所拯救的人残忍 因为让埃及人感到 好像神的能力不够 不能保守他们到底 担心 神若在震怒之下 毁灭以色列人 会招来埃及人的议论 说 他领他们出去 是要降祸于他们 把他们杀在山中 将他们从地上除灭 而使神的圣洁属性 遭到误解和非议 这样一来 对神的名声有损 事实上 神不能背乎自己 神领他们出埃及 是要实现于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摩西点出了 最关键的一点 神啊 你是起过誓的 摩西的祷告 是一句 以色列百姓 跟神在圣约中的关系 当神试验摩西的时候 其余守护神荣耀的摩西 没有任凭神 由着神 而是拦住神 照着他对神心意的明白 为百姓代求 而摩西的代求 成功了 事实上 神没有在以色列人 拜金流毒的时候 就将他们灭绝 因为摩西之约的目的 乃是要领人到基督那里去 摩西的代求 是百姓在神面前蒙怜悯 是神转意后悔 不发烈怒 而以色列民 就因此 免于灭绝 撒旦试探我们 是要诱惑人里边的邪恶 但神的誓言 则是要凸显 我们里面的良善 摩西守护神荣耀的祷告 反映出 他灵命的成熟 是我们祷告的绝佳榜样 英国经教徒曼顿说 我们的祷告 是否单单为了神的荣耀 是否乐意在凡事上 顺服神的旨意 当我们祈求力量和振兴时 浮现在我们脑中的是什么 我们渴望是梦寐以求的掌声 或是众人的喝彩 当我们祈求公开的怜悯 来对抗敌人时 我们内心想的又是什么 是报仇 是自身的安全 个人的福乐 还是神的荣耀 他引用约翰福音12章27到28节 耶稣向天父的祷告 父啊 就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他说我们寻求神的目的 岂不是为了荣耀祂的名 使祂的名不致蒙羞吗 出于血气的动机 使我们躁动难安 无法容忍受约束或遭遇拒绝 雅各的爱奇拉结 一定要生孩子 不然他就要死 一个心 若专注于世俗的成就 享乐跟安舒 就不能坦然接受拒绝 神的儿女应当单单可目 神的荣耀 并将一切的事情 交由神来安排 我们祷告的时候 有没有像摩西这样 把神当得的荣耀放在心上 还是我们心里注重罪孽 又或者多有出于私欲的望求 我们跟神之间 有圣约的维系 致使得我们的祷告 应当受约束 也许有些美好的事物 你垂手可得 但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别人的好处 你还是要恳求主 帮助你不要去得着好处 摩西大可接受神的提议 然而 他那更高尚的意念 却驱使他顾念神的荣耀 怜悯百姓的无知 摩西无私的祷告 全心维护神的荣耀 全力平息神的愤怒 是我们的典范 而神接受了摩西的祷告 揣洗记三十二章十四节记载 于是耶和华后悔 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 主耶稣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约翰语书二章一到二节 使徒约翰说 小子们啊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忠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摩西就预表主耶稣所做的 第二次摩西挽救自己同胞 免遭彻底毁灭 同时守护了神的名声 是在《民数记》十四章 我们看十一到十二节 经文记载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中间 信了这一切神迹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 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比他们强盛 摩西怎么说 十三到十六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 埃及人必听见这事 因为你曾施展大能 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 埃及人要将这事 传给迦南地的居民 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 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 你日间在云柱中 夜间在火柱中 在他们前面行 如今 你若把这百姓杀了 如杀一人 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 必议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把百姓领进 他向他们启示应许之地 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 十七到十九节 摩西说 现在求主大显能力 照你所说过的话说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 赦免罪孽和过犯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赐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求你照你的大慈爱 赦免这百姓的罪孽 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 常赦免他们一样 摩西引用神以前对他说过的话 当摩西这样恳求神的时候 民书记十四章二日节记载 耶和华说 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 神听了摩西的恳求 照着摩西的话赦免了他的百姓 当下不用瘟疫欺杀他们 主耶稣也在腹地右边替我们祈求 麦尔博士提醒我们 埃及人常在我们周围观察与听闻 要谨慎 不要做让神蒙羞的事 让仇敌大德亵渎的机会 要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惊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在繁重的服事中 神给你脱身的机会 像神给摩西摆脱以色列人那样 你是否因为看中神的荣耀 选择继续忠心 神会将试验摩西那样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要看看你考量的是自己的利益呢 还是他的荣耀 摩西没有为自己着想 他为百姓想 他为神想 神给了两次机会 他都拒绝 神也曾经给过大卫两次机会 可以轻易除掉扫罗 大卫因为敬畏神 两次拒绝 初爱集集三十二章三十二节 摩西讲了一句最伟大的话 他或尼肯赦免他们的罪 不然 求你从你所写的策上涂抹我的名 这句话只有罗马书九章三节 保罗说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能够相比 神为何重用摩西 为何重用保罗 你看看他们的存心 你看看他们的谦卑 他们的胸襟 为了神是荣耀 为了众人的益处 他们甘愿舍己 神为何重用大卫 当菲律师巨人 早晚出来站着向 耶和华的军队骂阵 挑战他们 说 你们叫一个人出来 与我战斗 如此 四十日 扫罗跟以色列众人 听见菲律师人这些话 就惊慌 极其害怕 除了怕以外 什么都不敢做 神得荣耀吗 这时大卫听见了 哥利亚 向以色列人 骂朕的这些话 就要出去跟他征战 因为他感到 未受哥利的菲律师人 怒骂带领 以色列军队的神 耶和华 让神的荣耀受到亏损 当你服侍神 在神交给你的工作上 打算 建议四千 欲难退缩时 想一想摩西 想一想大卫跟保罗 想一想他们是怎样 守护神的荣耀的 他们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我们呢 我们所做的 能不能让人 将荣耀归给天父 还是给人留下 诋毁神的把柄 若你自信是 成为神名下的人 是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岂不当 在守护神荣耀的事上 用行动来表现吗 只想到自己 没有把神的荣耀放在心上 你要再想想 你是如何属基督 他的心如何 你的心在神面前又如何呢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你试验摩西的心 让我们看见 它是多么关切你的荣耀 借着今天的信息 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验我 知道我的意念 叫我知道我是否仍然为自己活 父啊 你已经预先定下 我们效法你儿子的模样 主耶稣为你的殿 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世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你的荣耀 你把我们召来 是要在教诲中 并在那爱子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 你的灵与自私的心 没有任何交通 凡被圣灵引导的 都是你的儿子 你已经给了我们儿子的地位 求你给我们儿子的生命 使人因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遵你的名为圣 而不是因为看见我们的败坏 妄称你的圣名 愿你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 得着荣耀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搜索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窝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 虽然心过 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心 你长必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白色演戏 虽然心过 虽然心过 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